数千名泰山游客几乎前胸贴后背 全挤在下山的缆车口 他们愤怒的吼着快把缆车门打开 场面混乱 端午假期大批游客花了八小时爬到泰山山顶想欣赏日出 但因为浓雾什么都没看到 失望的回头 想搭缆车下山 却发现三条缆车因为施工关了两条 被告知得等三到五小时才可能有缆车坐 疲惫不堪的游客怒火瞬间引爆 除了鼓噪 还有人冲撞工作人员设置的护栏 警区只能通报警察和武警到场 才控制住现场秩序 选择廉价维修缆车造成上千人群聚 泰山景点管理单位事后发声明稿道歉 并表示未来将采取游客限流管制措施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为什么要ичеblue